水瓶 爆装 不經不覺 卡路斯和大家做這個人工智能系列 已經做了三集 我記得除了Husky Lens 的一集之外 其他兩集都有跟大家講解 如何用這個T-Tubo Machine 來做一個深度學習 沒有其他 哪個簡單就用哪個 其實我們在應用這個人工智能 都是用一些就手的平台 去處理深度學習的一步 令到我們更容易去製作一些 使用人工智能的成品出來 但做完這幾集之後 也有人邀請卡路斯去到一些小學 做一些人工智能的小工作方 小學生來玩這個Teachable Machine 已經覺得很過癮 但他們的老師看完之後 就有其他要求 他說卡路斯做到頭部 那些人工智能變形 甚至可以利用到Scratch 用聲音或者影像 去將人工智能 辨認的結果表達出來 但可不可以想到方法 教我們去做一些實質的東西 他們的意思 什麼叫實質的東西呢 啊 我想他們的意思 多數都是能夠脫離到電腦 或者Scratch這個軟件 而人工智能辨認之後呢 能夠推動到燈啊 顯示器啊 或者甚至能推動到 陀機啊 磁鐵去做到一些動作 那這個人工智能 才能夠算是真正解決到問題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不外乎是推動我們台上的這幾樣東西而已 我用得最多的呢 就是這款Adreno 光臺那些燈啊 顯示器啊 陀機都是用它來推的 但問題是它沒有內置鏡頭的 它又沒有藍牙 又沒有WiFi 要不靠用電腦 單獨使用它 配合Teachable Machine 做事 不是不行的 我們看看網上的人怎麼說呢 這篇說 Teachable Machine 陷入色神經網絡 Arduino 也可以做視覺分類 很明顯就看到Arduino 要駁了一個鏡頭出來 而它用這塊叫Arduino Nano 是內置了藍牙模組的 似乎都講得很清楚了 要用Nano 33 BLE Sense 配搭 這個相機模組 嘩就這樣說 即時影像分類 但在Arduino 上面執行 快得去哪呢 還有你要將Teachable Machine 的TensorFlow 燒上去 為了就著Arduino的運算能力 只能夠用TensorFlow Lite 圖片就變了黑白 人工智能都分不到彩色的東西了 還有搞得那麼辛苦 博了那麼多東西 都夠錢買一塊樹梅派 用不著駁得那麼辛苦 而這篇文章中 都有提到一件東西叫做 ESP32 Cam 同樣都可以配合TensorFlow Lite 單獨使用 那ESP32 Cam 又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不是有一塊縮小了的Arduino 不過它有ESP32晶片 那就是可以上載到Wi-Fi 除了它那塊上載板 你看到主板上面還有鏡頭配置了 反轉快板看看 就看到內置了的ESP32模組 有些腳位可以接駁 陀機或者其他的配置 真真正正的All in One 但是如果你真的用它來建構 一件人工智能的組件 同樣都只能夠用TensorFlow Lite 又是黑白圖片 又是不是快得去哪裡 可能放件東西進去辨認 人工智能幾秒鐘之後才能回答你 要做即時影像分類 談何容易呀 所以剛才文章就說到 搞這麼多東西 不如直接用Raspary Pi 樹梅Pi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部電腦 跟PC差不多 只不過要用Linux 如果你不介意用Linux 它有所有的In out 接螢幕也可以 接Keyboard 接老鼠碼也可以 而且還有GPIO 可以連接SERPL 等等的配件 又有USB可以連接鏡頭 如果真的要做出 可靠的人工智能組件 用來應用的話 卡洛斯就會建議你直接用它 但是用在中小學的課堂上學習 又不用每個同學的砌機出來 老師能夠動用到電腦 不如在課堂上用電腦 利用電腦本身速度快 又有內置鏡頭的優勢 再配合例如Microbit NukeMCU 甚至Arduino等等的MCU去操作 我相信老師和同學都會減少很多麻煩 很明顯用NukeMCU的功能會有很多 畢竟它也是一塊Arduino 用Microbit 功能會差一點 而且我都遇到一些問題解決不了 但為小學生和中學生來說 肯定會比較容易上手 不如我們今天就由Microbit開始吧 方法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看回我上一套 教大家便應水樽、罐裝和合裝的影片 在用完Teachable Machine進行學習之後 我們上載了模特兒 之後我們去做一個特別版本的Scratch 叫做Scratch 3 因為它裏面有配合Teachable Machine的Extension 但我們走下去再看真點 後來就會發現還有Microbit的Extension 咦?這樣就完成了 但你第一次按Extension來用 應該不能夠接駁到 只要你按下這個Help 它就講得很清楚 你要做三部的步驟 然後才可以用到Microbit的Extension 第一部就是上去Microsoft Store 裝一個Scratch Link 裝完之後在Window的右下角 就會多了一個這樣的Icon 第二部就要下載一個叫做Scratch Microbit Hex的File 下載解壓之後 就要把它擔入去Microbit裡面 之後你回到這個Scratch的版面 你會見到Microbit Extension的Block 上面還有一個簡單號 你只要再按一按它 這次就肯定能夠配對到這塊Microbit 配對完回到主畫面 我們又可以做些編程的工作 我們拿回上一集認水樽的Program出來 特別在那三個便應水樽、罐裝和合裝的方法裡面 加多一個Microbit的陣列顯示方法 然後嘗試用一個5x5的陣列 畫一個水樽、罐裝和包裝的形象出來 好了啟動了程序之後 今次的分類真的有聲有色 除了我上一次自己錄的聲音之外 還在Microbit上看到一個5x5的圖示 水樽、包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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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Microbit來使用已經算是不錯了 遺憾就是這個Extension的方法選擇不多 沒有辦法驅動到Microbit的輸出針腳 雖然我在Extension Pool再找到另一個叫Microbit More的Extension 看起來就有我想要到的功能 但我嘗試了配對很多次 每一次配對完它都是再次出現重新連接的提示 我開了另一部機去試 情況都是一樣 此負益Extension 仍然有很多Bug 還未用得住 水樽、水樽 無二只能夠穿燈 又不可以動到Servor、遲些等等配置 確實是有點可惜的 但這樣做法都算衰衰的 可以脫離到電腦的scratch 形式 而它可以推動到外置的Microbit 顯示到瓶的形狀 說不定將來要用Microbit More的Extension Bug可以消除到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去控制Microbit 控制一些陀機 或者開關一些垃圾桶的蓋 這樣就可以將人工智能真正帶入世界 好了,至於Teachable Machine 如何可以結合到NOTEMS U去做些事情 這個做法我試過比較複雜 我就留下一次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了,今天我分享到此為止 我是卡洛斯,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一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